一一向家属握手致意并献花哀悼 新北市长侯友宜对228事件的受难者家属 致上最诚挚的敬意 228纪念日这天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特别到三重的和平公园 向受难者家属致意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侯友宜 到底会不会参选2024的总统大选 每次被问到2024 侯友宜总是一句吼吼做事 不过228纪念活动上 他主动开口炮打中央 喊出三评口号 不过2024选战 侯友宜已经出现危机 最新民调显示 与去年12月份相比 侯友宜的支持度减少了7.7个百分点 民众党的柯文哲 则是大涨了8.2个百分点 外界分析来迎上演侯郭之争 反而让柯文哲渔翁得利 甚至传出柯文哲积极向郭台铭招手 恐怕成为侯友宜最大危机 每一个人都在一个角色里面 对国家人民愿意牺牲奉献 努力做事 都是我们值得大家携手合作 现在讲都太早了 但是我的态度是这样 关键一切隔断节的力量 有没有可能当副手 柯文哲没有正面回应 但也留下想象空间 2024再也势力 是整合还是分裂 恐怕就是胜败关键 怀宇新闻郭斯文王一德 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